哥哥妹妹妈妈要出去拔萝卜去了 哥哥要保护妹妹哦 家里来陌生人千万不要开门 知道了妈妈 我会保护妹妹的 妈妈出去了 有陌生人千万不要开门 出去拔萝卜 把这个门锁上 咦这还有个梯子 如果坏人来了 会上二楼的 我先给它拿走吧 呀这不是小白兔的家吗 我要看看小兔的在没在家 会会会有人吗 有人吗 咦没有人开门 大人绝对没在家 哈哈哈哈 我要进去抓小白兔了 咦打不开这个门 那我再试处看一看 哦 肯定是在二楼 倒点东西我要爬上去 咦 这有个梯子 我上去看一看 咚咚咚咚咚咚咚 哦 可快上来了 呀 这不是哥哥跟姐妹妹吗 哈哈哈哈 看我今天要把她俩抓回去吃了 登登登 小白兔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快把门打开 咦 妈妈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 听声音妹妹 我听声音不像是妈妈的声音 像是大怪兽的声音呢 哦那哥哥还是不要开门了 我害怕 不开不开我不开 妈妈没回来 听你的声音你是大怪兽 我才不给你开门呢 咦 这个小白兔还挺聪明的 那我拿个胡萝卜 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 小白兔 我是妈妈 你看 我拿了你最爱吃的胡萝卜 你把门打开 看一看 是不是我呀 咦 这有个胡萝卜 那妈妈怎么没看到啊 一定还是那个大怪兽 那那你那你把胡萝卜 放到窗户上 我看一看 是不是妈妈 我就把门打开 咦 这个小白兔 这也太聪明了 那我就给你拿到窗户上 你看一看 我不能让小白兔看到我 我用嘴叼着吧 小白兔 你看看 我是妈妈吗 你看到胡萝卜咧 哼 真是拿我当傻子了 你那带牙齿都露出来了 你是大怪兽 我才不给你开门呢 你看看你那大眼睛 太吓人了 哼 这是我了 我自己要闯进去 呸 胡萝卜 看小白兔 开门 你开门 你开门 我给你抓回去 抓回去 怎么这么大的声音 哼 你个大怪兽 你竟敢上我家 看我怎么打你 哼 哎呦 算是我了 兔妈妈力气太大了 我可再也不来了 哥哥妹妹真聪明 能保护自己了 妈妈太高兴了 走 妈妈给你们做胡萝卜汤去 小朋友们 有陌生人窍门 一定不要给开门哦 我给你打开门